嗨 大家好 我是 JK 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5530i 跟 5530e 有什么分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室内来讲呢 怎样去说分别 530i 跟 530i 的分别 我们讲比较大样的东西 小样东西不讲 很明显的 在里面内饰 你会看到的一个叫做 Head-up Display 的东西 是 530i 才有 530i 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你们应该想到 我是正在用 530i 或者是 530i 了吧 OK 再来就是 530i 的会有天窗 530i 的是没有天窗 再来 530i 的有 Harman Garden Sound System 530i 的是没有 所以下次你们知道哦 你们上车的时候不用开外面 说在里面就知道它那辆是 5530i 或者是 530i 从外观来讲呢 你可以看到它没有 Chrome 的地方的 OK 你就可以看到它很明显 它是一台 5530i OK 我带镜给你看看它的分别 后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后面 它的标签是用 E 如果是输 530i 来讲它输一方i 最后最后叻 它就会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它在它的那个 这个是乘客的位置 这边会多一个盖 这个盖就是给你拿来 charge 电的啦 连用的引擎又有什么分别呢 OK 大家都是用 2.0 T Turbo OK 如果是说 530i 来讲 一打开那个引擎的时候 就很明显 就有鞋着 E Drive 记得哦 下次不要上拖车哦 要去分别哪一台是 E 哪一台是 I Bye